娱乐消息来看到好久不见的智琳姐姐返台参加公开活动 也确定在周六的金马典礼上担任颁奖嘉宾 媒体就问了会不会重现在2004年金马颁奖典礼上 给影帝入围着梁朝伟刘德华的爱的报报 林智琳俏皮的回应现在起就开始开放申请 从舞群后面缓缓现身 好久不见的智琳姐姐返台参加公开活动 一身紫蓝色旗袍拿起扇子美美的白姿 展现绝佳气质 美光灯闪个不停 不过好脾气的智琳姐姐非常配合 让媒体一次拍个够 应邀担任金马奖颁奖嘉宾 媒体关注 2004年给影帝入围者刘德华梁朝伟爱的报报 今年会不会重现 看有谁申请爱的报报 应该就会 我们现在开始接受申请爱的报报 有什么样的试验 什么样的条件 要对电影非常的有热情 然后对电影工作十年以上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严承旭确定不能出席金马典礼 智琳姐姐坦诚很失望 后续回答更是语带玄机 可是她决定了就没关系 我们有机会一定还是会见到 你们在我们反而比较见不到 你们是理校都好见面 我也不告诉你 难得返台出席公开活动 媒体大阵仗迎接 不管爱的报报是否重现 可以肯定的是 智琳姐姐的出席 势必为金马典礼增填新亮点 新唐人亚太电视程辉模张元亭 新唐人亚太电影台北报导